知名博主芒果妈妈微博10月11日爆料 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与沈梦辰已分手 杜海涛沈梦辰一年多前曝光练情 双方未公开承认 但多有公开暧昧 芒果妈妈一年前曾透露杜海涛与沈梦辰练情 此次公布分手 属于做事要有始有终 一年前我厚着脸皮 曝光了杜海涛与沈梦辰的练情 后来人家也公开默认了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 两人目前已经确定分手 好聚好散 愿各自幸福吧 沈梦辰经纪人乱乱表示 不会对此事有任何回应 截至发稿时间 杜海涛经纪人一直未接电话 2014年3月 芒果妈妈即已爆料杜海涛与沈梦辰在一起 后两人被捕捉到 穿同款睡衣 戴同款耳钉 同游韩国等细节印证恋情 李维嘉也曾在节目中说漏嘴 踢爆练情 今年8月 两人还都出现在 Big Bang演唱会 知名博主 芒果妈妈微博 10月11日爆料 湖南卫视主持人杜海涛与沈梦辰已分手 杜海涛沈梦辰一年多前曝光练情 双方未公开承认 但多有公开暧昧 芒果妈妈一年前曾透露杜海涛与沈梦辰练情 此次公不分手 属于做事要有始有终 一年前我厚着脸皮爆光了杜海涛与沈梦辰的练情 后来人家也公开默认了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 两人目前已经确定分手 哎 好聚好散 愿各自幸福吧 沈梦辰经纪人乱乱表示 不会对此事有任何回应 截至发稿时间 杜海涛经纪人一直未接电话 2014年3月芒果妈妈即已爆料杜海涛与沈梦辰在一起 后两人被捕捉到 穿同款睡衣 戴同款耳钉 同游韩国等细节印证恋情 李维嘉也曾在节目中说漏嘴 踢爆恋情 今年8月 两人还都出现在Big Bang演唱会 在这荒滑的地上摸他 在这荒滑的地上摸他